我是把房子当作是 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老师刚刚有说嘛 就是我们通常都是会去做功课的 所以我是把房地产当作心理学 在做经营 所以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刚买内湖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有去研究 那地区它的未来发展 就比如说那时候浮华还没盖 然后或者是那个地方 未来它会有什么 可能会有什么发展 所以我的想象是 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什么捷运 那地方都没有什么捷运 可是我觉得那里一定会涨 所以我就 我才会去买那个地方 而且加上我的生活圈可能 我那时候本来要去 打算去那里工作 那但是后来呢 那个地方因为我买了以后 其实我没有住到 我就在预售的时候 就把它脱手卖掉了 所以大概在一年多的时候 我就赚了真的是 人生的第一桶金 就一百多碗 那时候经济开始起飞 因为这个是不是叫 卖红单是吧 还是什么一些 没有啊 他房子盖好了 你房子不是盖好吗 差不多 差不多要盖好了 也算了 快盖好 快盖好了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 然后来买大安区了 所以从之后 我在看的房子 都是在大安区 那我看大安区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一瓶 才四十几万而已 对 但是有很多是 很老旧的房子 所以我们的长辈 如果你所有的东西 你都要听别人的 你就永远不用做那一件事了 没错 对 因为就是会有人告诉你说 房子一定会年年跌 对 然后 有人是这样讲 对 而且在跌五成之类的 我都不知道这五成怎么算 对 又是啊 我的心得是 我不管它跌或不跌 我只问我自己想要买多少钱 对 就是说它开价是 每个人在卖房子的时候 都会想要卖最贵 可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都会想要买最便宜 买到最便宜 所以我从来没有在管 那个人开多少钱 因为那开价的事 可是我要知道的是 我想要买多少钱 所以那个时候 第二个就是会有人告诉你说 不要买太老旧的房子 因为太老旧的房子 它会年年贬值 那如果那时候这两个 我都听的话 我就不可能 就没有后来的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自己 我就是靠自己去做功课 我那时候做那个房地产的功课 就是一间一间大楼 去跟管理员聊天 他们就以为我是这种界 我就跑进去跟管理员聊天 就说你们这里 有没有人要卖房子 因为它会省那个中介费 所以我曾经遇过有一个房子 其实蛮惊人的 就是那个屋主自己的开价 那跟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开价 在那个年代就差了四百万 对 所以后来我第二个买到的房子 其实是自己去谈的 对 就是靠跟那个 自己跟屋主 跟管理员 建立关系 然后问他这里 有没有人要卖 那他有的时候看你顺眼 他就会包给你了 是 那后来当然你要包个红包给他 当然 对 然后我就这样一路换了 就那里换那里 那里换这里 把资产垫高这样 所以浩宜在台北市 算是这个警卫之友就是了 警卫 很美 但是其实我都是欠银行钱 所以我是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买了但还没有脱手的时候 我们是有贷款过好几千万的 而且我们就是两个死上班族 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因为大家都会说你卖不掉 可是我觉得买房子 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战 那你要去观察你眼前这个人 跟你交手 他的个性是什么 然后你要用他可以接受的招数 去跟他打交道 这你好会喔 你是学心理学的 怎么样用心理学来杀价 举例喔 就是有一次 我在买台北市一个 四米二的那种小套房的时候 遇到一个艺人 其实那一栋住了陈妍熙 也住了小攀攀 是 然后我刚好看到一间是 小攀攀的房子 很久以前了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善良的人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善良的人要怎么样去 对抗他呢 就是把小孩带去 所以 我应该很善良 就在那个 在那个就是中间那边谈判的时候 我就把两个小孩 平常我不会带小孩去的 可是我就想说 善良的人就是要带小孩 我就带了两个小孩 你就发现他表情就特别柔软 然后我给他砍价砍很低 可是那个就成了 对 然后 有一半的机率 善良的人 他刚好不喜欢孩子 对 你也知道 你有可能会赌错 但比较少啦 如果你真的有做很多功课 那有一次是我最近 就是要买一个房子 那那个房子 他价钱其实就比较高 然后所以那个 但是他房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的房子带了两个车位 很好啊 对啊 一般的人是 一般如果像我们这种小家庭 像我们家也只有我先生开车 那个时候 我是不开车的 所以他两个车位就等于 含在总价内吗 含在总价内 所以他的总价就会高 总价就会高 因为他会垫一个车位上去 所以对我的策略就是 那我就喜欢这个房子吗 我只能把那个车位的价钱砍掉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要比别人再多砍 两百万或三百万 那人家已经不卖我啊 那我就稍微研究了一下 这对夫妻 又来了 拿出专业 可是他不是艺人啊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 就是理解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所以我就靠那个 常常去跟总价聊天 其实总价他会告诉你 这个屋主为什么要卖 他们家庭成员是什么 然后他的生活习性是什么 我就会发现 哇 这两个夫妻 他们原来有一个女儿 要去德国学音乐 所以他们其实是 急需要钱的 因为他们要把房子卖掉以后 把现金去给女儿上学 然后我看这两个 我看了他们家以后 我就发现那个摆设 全部都是用心去做的 那个房子里面充满了爱 所以后来我就做一个决定 我就写了一封亲笔信 给那一对老夫妻 我就跟他们讲说 就是我可以感觉得到 他们一家人在这边 一定曾经生活得非常的快乐 所以他们一定很希望 这个房子之后 可以交给一个 可以跟他们一样 爱这个房子的人 然后我就说 我没有很多钱 可是我们一定会把 你有爱 对 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是充满笑声 然后是一个很棒的房子 后来他就卖我了 就是许昊怡这一番话 就是说人都有恻隐之心 然后你往温暖的方向去聊 去谈 就比较容易达到你要的 前提是你要很喜欢那个东西 当然 对 来 观众朋友请注意 如果喜欢我们命运好好玩的节目的话 请上YouTube上面搜寻 命运好好玩官方频道 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然后这边红色的订阅 给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随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我在这里等你 哦耶 嗯